元朗有兩間高級日本料理店 兩間店坐鎮的師傅都有差不多份量 一間賣串燒 另一間做我媽咖喱 但原來兩間店背後的老闆竟然是 她 聽起來可不可以 但這兩間日本餐廳的老闆竟然是做車仔麵起鑑 我很聰明告訴別人我做車仔麵 目標是很不同 經營模式我又不覺得有很大的落差 車仔麵的價錢是很大眾化 很多人會去試很多人會去吃 吃日本的串燒 不是這麼大眾化的東西 不一定每個人都會拿錢去試 會做日本餐廳 都是因為她喜歡吃日本藥 吃過幾次基師傅的串燒 覺得很棒 一時興起就跟師傅吹水 她說你不開心 有沒有出來自己試試 一起合作一下 基哥知道Dennis本身做飲食 而且亦欣賞這位客人 她的嘴巴很厲害 她會投訴的 你吃完東西不行她會投訴 她會跟你說 我喜歡這件事 一無事 這東西會有問題 還是燒得不好 或是一些貨源的問題 或是太鹹 或是不夠味 大家有溝通 加上Dennis肯給好大自由到他 所以考慮了一段時間 就決定放棄米芝蓮的光環 選擇靠實力去元朗打香蕉牌 會認識到另一間店的兩位師傅 同樣是恩惠城 其實是我們壽司之神的客人 我還記得她第一次來 就好像有點囂張的感覺 讓她去試 我還記得她第一次吃是白紙 是不是 海鰻魚 Dennis試過他們的手勢之後 覺得很棒 想不到在元朗都可以做到 這種高質素的恩惠卡蕉 但兩位師傅同樣在壽司名店建成出身 又是壽司之神的主理人 當然是搶手貨 其實我們開頭都去構思想自己出來搞 都有幾個老闆去找我們 最後決定了找劉先生 因為她很多後期的支援 後期的支援 都支援我們很多東西 所以就選了她 由車仔麵老字號 做到高級日本餐廳 還找來幾位來頭不細的師傅幫她 靠的東西其實很簡單 欣賞別人做出來的食物多一點